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罗磊要祝您各位就像汤圆一样 外表看起来白白嫩嫩 里面是甜甜蜜蜜的 说得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下 到场的三位专家吧 他们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那么第一位呢 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新内科主任 胡适云胡主任 严调节到了 就在今晚 让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消去 所有的痛苦都消去 接着来的呢 是我们的健康又逍遥 太妙了 欢迎的是广东省中医院 药剂科主任 药师 秦军 秦主任 欢迎您 鼠年 新春 健康 元宵 佳节 团圆 这个是鼠天的好 点题了 说得太棒了 还要欢迎广东省文化学会 副会长曾英峰 曾老师 欢迎 正月十五 闹元宵 健康有道 送福来 好 好 这边还要欢迎我们的自律健康掌门人 武萨 因为我是来自四川大梁山的少数民族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送上移族的祝福语 这么个年 出不过 吉祥如意 哇 元宵�dog弹圆 祝福元宵原 一口一个甜 欢乐笑开源 鼠年到 祝全国的老人家健康跟着道 哇 这个太棒了吧 说到很多老人家的心腸里了 是 元宵原 年又年 吃到嘴里 甜又甜 祝大家生活美满 心里甜 幸福美满 过家节 哇 这种祝福好甜美的感觉 那么大家想一想 在这样一个元宵佳节里面 有一样事情必不可少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这还用棍子吃汤圆了 没错 那我们面前都有汤圆 我们吃不一吃 这样吧 团团圆圆难得今天齐聚一堂 我们就吃起来了 来 我们吃起来了 这个蒸甜甜到心里去了 还是热的 特别贴心 芝麻馅 好香 好香啊 好像我们国家这个汤圆里面的馅儿 有各种各样的 大家刚刚说来自不同地方的 好像每个人家里习惯包的 这个元宵汤圆 馅儿是不一样的 是吧 对对对 大米那边呢 如果说里面有辣椒 或者是有辣肉的话 就更好吃了 我倒是就是各种口碑的 你们都会说 牛肉馅可以试一下 想起我小时候 我妈妈就喜欢给我炸汤圆 还有呢 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是 拔丝汤圆 就外面有一层脆脆的那种糖 我们口味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听听曾老师吧 因为在习俗方面 曾老师是专家 那像这个元宵节的由来 我们为什么要吃汤圆呢 我们要说元宵节 是我们中华传统的一个文化节日 为什么叫元宵 元就是一年当中 它是元月 元月 正月十五 元月的正月十五 这个元宵 正月十五是什么 正月十五的月亮 是最圆的 就是那一天 第一个元月 所以就叫元和宵 就合起来 宵其实就是夜 就是夜 那我们现在吃这个汤圆 是不是像那个月亮 就是正月 满月 满月 糊在那个汤上 就像天上就是第一个元月 所以我们吃这个很有寓意 团团圆圆 客家团圆 大家欢欢喜喜 又甜甜蜜蜜 是有这个意思的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啊 就是我们在这么喜庆的一个范围 一个过年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当中 喝酒的 吃烧烤的 大鱼大肉的 高糖高脂的 这一圈吃下来 我们的身体负担很重啊 对不对 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都听过那个 假期之后的综合症啊 对 这是甜蜜幸福的综合症 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王叔叔今年65岁 体型有些肥胖的他 特别喜欢抽烟喝酒 这样的生活习惯 让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长期伴随着他 今年过年期间 他一口气吃了六个 最喜欢的芝麻馅元宵 吃完满足了 随后出现了甜腻感 他当时也没当一回事 谁知道 隔天便出现了胃胀 胸闷 恶心欲呕的症状 最后 王叔叔晕倒在了沙发上 哎呀 没想到这个节日过后啊 那么甜蜜的负担 大家看了刚刚那短片是吧 有什么样的感受感想呢 哎 我觉得这王大爷吧 年纪也不小了哈 这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首先他至少应该控制这个饮食吧 然后呢 刚才吃这么多汤圆 肯定得撑着呀 我知道这个汤圆是用这个糯米做的 糯米吃多了 其实对胃不是特别好 我也以为是 只是每逢佳节胖三斤而已 没想到吃汤圆吃多了会引发 不单单胖三斤 对 连身体都快不行了 而且我们以前还老说能吃是糊哈 如果我家里面也奶奶要吃 我说多吃一点 但现在发现不一定吃多了是好 咱们来听听专家胡主任 胡主任您说 大家都想过节嘛 吃点甜甜蜜蜜的东西 怎么就给咱们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负担了呢 大家说的都对 但是又都不对 一切就有度 现在这种甜的东西太多了 在街上 在家里比比皆是 讲最多的年轻人 像你们这些90后喜欢喝的那种奶茶 对 甜蜜吧 甜蜜 但是我们在究竟这个甜背后的东西 大家就知道 第一个 这些做这些东西呢 他们这些糖 它的含量特别高 而且呢 有很多的这些反式脂肪酸 而且这种保护脂肪酸又特别多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散食指南 就以前对这个糖没有做过度的这种限制 以前我们都关注了盐 说盐吃多了不好 会得高血压 低盐饮食 对 低盐饮食 大家可能都已经深入人心了 老年人不能吃太咸 对不对 其实 老年人小孩子也不能吃太甜 吃甜过后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什么样啊 对呀 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些 孕妇吃得过多 她的这种小孩都是一身 高血糖 小孩肥胖 肥胖 肥胖 都是一些肥胖的这种儿童 大胖小子 大胖小子 那么多好呀 对呀 多可爱是吧 对呀 但是从大胖小子以后 再往后面发展就不可爱了 说往后就逐步逐步逐步 就有更多的这些 比如说糖尿病啊 冻白胰化呀 高血压呀 这种症状出来的 老年人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这么一个案例 这是真实的案例 就是过元宵节 就是我们的这个张大爷 本身有糖尿病 就吃多了 吃多了以后呢 加上正好那几天又疲劳 人体就不好 变成到同诊酸中毒 住院了吧 这种急诊呢 哎呦 抢救了 怎么要抢救啊 王叔叔由于长期抽烟喝酒 并伴有高血压 高血脂等慢性疾病 再加上体型肥胖 属于动脉周样硬化人群特征 这类人群过量食用高油高脂汤圆后 体内的湿和瘀迅速增加 容易导致不良症状的出现 究竟甜食会对体质有什么影响 胡主任继续为您解答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度 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年轻人 吃多一点 小孩跟老人吃少一点 又像我们这个王大爷一样 他本身有高血压 高血脂 有抽烟 有喝酒 他的体型很肥胖 一看他就是一个 动脉周样硬化的这么一个人群 吃到这个 因为我们放汤圆里面 很多里面都要加很多油脂的 你不要看这个芝麻馅 这花生馅很香很甜 里面除了糖以外 还加了很多这些油脂 包括脂肪酸 所以吃起来很香很滑很糯 吃下去以后 第一 你说得很对 不消化 对 第二 它的迅速地 让我们的这一些 体内的这一些 毒啊 瘀啊 湿啊 迅速增加了 就出现了 胸闷 恶心 想吐 这些症状出来的 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汤圆里面呢 它的这个 配料表就有 糯米浆 白砂糖 黑芝麻 人造奶油 这个就是刚刚 胡说的反式脂肪酸 对 还有食品添加剂了 食品添加剂里面 很多很多种 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 还有复配的乳化剂 复配的稳定剂 稳定剂有包含了四种 对 总之这个三行啊 很多很多 我买汤人从来不看 不看的吧 他们是喜欢这一包 我都拿这一包 回去我直接下火我就吃 我也是就心 心怒了 真怕了 但是为什么做成速冻产品了之后 会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 是吗 因为它要口感 它要稳定 它要保质 对啊 所以里面就添很多添加剂 我们讲 这个我们的三十指南 告诉我们每天最好的 这糖的摄入是二十五克 二十五克的概念是 不要超过五十克 二十五克有多少呀 两块蛋糕都差不多了 但是胡志伦刚刚之前说的 这个糖 说这里面高油高脂 糖的含量也特别高 对啊 但是糖对我们的体质的影响 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量的这种糖以后 会阻碍我们脾胃的消化功能 导致我们体力的湿 会产生的更多 当然我们讲这个湿呢 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把它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湿热体质 湿热体质 就是偏于热 一个是偏于寒 就跟感冒有风寒 和风热是一个意义 对啊 聪明 所以说我们看看 这些有是哪一些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看这个吧 好 关节红肿 那就是很多 这个痛风的表现 对 因为很多痛风的人群 它就是这种湿热 抽烟 喝酒 吃海鲜 然后呢 就是湿热的关节肿痛 讲得很对 这个还有哈 还有 这个刚刚说 有这个问题的吃糖要少想 耳道发炎 经常不是 就是一个 大乎一道发炎 就是我们经常讲喉咙发炎 耳鼻喉连在一块 发炎 这些都是可以的 因为经常吃那些辣椒 吃那些煎炸的东西 上火了 上火了 这个就湿跟热 交织在一块 就湿热 它有什么症状没有 这个发炎的 发炎的就喉咙痛啊 痛 喉咙痛啊 痛痒痒吧 我们的这个目 眼睛 目翅 红 目红 耳道也肿痛 整个人就觉得 上面有火 看看下一条 下一个 这是一些女生 特别要注意了 青春痘吗 吃多了 跟青春痘有关系 但是有时候过了 这个青春期 它依然有这种痘 中年痘 这种就是也是 比如说熬夜 喜欢吃甜食 再喜欢 有些女性喜欢抽烟 喝酒 也是一种湿热体质 这坨窗不针对于女性吧 女性多一点 男性应该也很多 男性也有 很多中年男士都有 也有 男性 他不注重自己 因为女性可爱美 所以对女性 我们要重点说一下 好 我们再来看 湿热体质 还有什么表现 湿疹 吃海鲜 过敏 喝皮 是过敏 那就是湿疹 有一些 比如说 它有一些本身 好了 然后一吃海鲜 一喝酒 又发了 挠到 对对对 说是浑成刺氧 就这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跟韩在一块的 哪些症状 来 直接看表现 手脚发凉 有没有 女生一般都是这样 女生很常见 对呀 对呀 这个为什么 胡总员 就是手脚发凉 一般出现在 女性的身体状况 因为我们是 冰山美人 很多女性的 外周的这些 末梢循环 比较差一点 她本身的 女性 她是比较阴柔一点 不像男人的 阳气比较旺一点 阴柔一点 她的这个血液的 对末梢循环的滋养 稍微差一点 你觉得男性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吗 还是手脚发凉 我是没有出现过 但我不知道 咱们在座的几位 马老师 您出现过吗 我年六十之前 还真没有 过来六十之后 还真有 这个是不是 跟年纪有关系 第一个 就跟自己的气血 运行有关系 主要是 你说年纪是一个因素 比如说 她六十岁以前 她的身体的阳气 比较旺盛 所以到了年龄大以后 她的气血就衰败了 还有一个本身 就是本身的这种 气血就不足 生下来 父母遗传就不好 我们来看第二条 我们看韩式的表现 可惜 白痰 对 你看 可惜 这也是一种 寒的 湿的这种表现 很多这些 寒式体制的人 因为咳嗽 反复咳嗽 它咳出来的痰 就是不是那种黄年的 不是那种稠的痰 要轻 它是轻的 稀的痰 一看 就是这种 寒的 这种 湿的这种体质的 这个还挺好理解的 感冒时候也对照一下 看下一条 这个是 腰背冷痛 腰背冷痛 这个就 我这冷痛了 这个马老师 马老师有吧 有啊 有吧 因为就是我们讲的 肾阳不足了 阳气不足了 我属于寒食体质 这个寒呢 我们讲的 一般都是有 内寒和外寒 你比如说我们咳嗽的时候 容易是外寒引起的 我们经常讲的 这种腰背冷痛啊 这是小便平素啊 手脚发凉 可能是内寒 造成的 可能我们有特别明显的 哪一条症状 或者哪边都有 我怎么样 作为一个普通人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自己知道 我属于哪一种 湿热的体质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讲这个 湿热体质的话 一般我们的脉呢 自己摸下脉 一般都是比较 比较宏大的 宏大 那就是起伏有力 然后我看我们的蛇 蛇一般呢 热相一般的蛇质是红的 胎呢 是那种黄腻胎 或者是腻胎 胎很厚利 这种 看蛇胎 其实能看出来 看蛇胎 总之好像是外观 也是很油腻的 然后蛇像也是挺 满脸的这个 就是 很中年 中年油腻男 中年油腻男 就肯定是湿热体质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寒湿体质 好 寒呢 寒我们讲寒煮收饮 一般这个脉呢 都是比较 成比较细 这种脉 所以看到 所以呢 蛇胎就不会 那么大红 可能呢 偏一点紫暗 胎呢 也没有那么厚利胎 它这个有湿 肯定有一点点的种 薄利胎 薄白胎 不会黄利 也不会厚利 这样的 我们这样通过 这两个简单的在家里 给自己分析一下 就能够给自己体质 分出来了 当然呢 就跟我们 好好讲的 很多这些 朋友呢 他可能 他不见得那么明显 所以在这时候呢 你就一定要 找专家 给你去 看一下 给你去 自定一个 你的特定的 这么一个 养生食疗方 能帮我们俩看一下吗 可以吗 来 女士游戏 你先来吧 我先来 那我就检验一下 我就不顾形象了 主任您看得清吗 大家看一下 特别白 然后呢 很健康 太白 舌头特别的长 然后 蛇还挺长的 还挺穿的 有没有胎 没太有 有一点点吧 你是属于收脚发凉的那种吧 我觉得 罗磊应该是属于韩式体质 它基本上 胎有一点很 白 薄白胎 不厚力 对不对 不是油腻 说明它这个就热 基本上 而且它蛇 蛇呢 也不是那么偏红 我真的有点热 因为蛋红 所以呢 它起码可以排除 这种湿热体质 但是是不是 寒凉体质呢 还要根据脉相 跟你的这种表现 如果你是这种 寒性体质的话 比如冬天吃吃羊肉 吃吃我们广东的 这个八极天 对 再加上这个 当归生姜 这是个著名的 当归生姜羊肉汤 既好吃 又好看 而且呢 又能够对 这种寒性体质的人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刚才聊下来 我应该是适合吃的 因为我感觉自己 您说的那些啊 我有点往这边靠 但那些具体的症状吧 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好像不是说 绝对的说 吃这个东西就不行 你搞清楚自己的体质 对 这个比如说寒湿能吃 但是那个湿热 就不太适合 对吧 对 所以说变清自己的体质 特别的重要 对 那么电视机片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啊 对于怎么样来变清 自己的体质 还有所疑问啊 还有所不解 您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咱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栏目的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知识 来辨识辨识自己的体质 敲黑板 画重点 大量摄入糖分 会导致体内湿气加重 而湿又分为寒湿和湿热 两种体质 出现的症状也大不同 大家不妨对照自测 湿热体质会出现 关节红肿 耳道发炎 皮肤挫疮 湿疹等症状 寒湿体质会出现 手脚发凉 可惜白痰 腰背冷痛 小便贫多等症状 学会辨别体质 养生事半功倍 其实我看大家聊下来 包括曾老师所说的 传统习俗里面 真的没有一条叫做 大鱼大肉 一直吃 真的我们那些喜庆 吉祥的事 都是为了情绪上更加好 老人家心情好了 陪伴啊 关爱啊 在一起啊 这才是过节真正的意义 没错了 但是我们聊下来 我其实心里一直很揪心 我一直关心着 我们刚刚看片子里那位 王大爷 他的身体是怎么样 他这个身体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调节一下呢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短暂眩晕 王叔叔醒了过来 立刻翻药箱 找药缓解 他马上吃了一袋 躺下休息 过了一会儿 恶心欲偶的症状 得到了缓解 但却出现了 另一种症状 口干口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这王大爷 吃了霍香正气丸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相信很多家庭都备有霍香正气丸 但是很多时候是在夏季吃的 防中暑 投影恶心之类的 但王大爷现在吃 这是开春吗 合适吗 秦主任 您给大家说说吧 这个霍香正气丸 是我们家庭里面必备的一个良药 可以这样讲 但是它的功效是 主要是截表 化湿 还有礼器合中的 刚才您也讲过了 是夏天感受了鼠湿 或者感受了寒湿 才用的一个药 它主要是外感风寒 或者是外感这个鼠湿 或者是内伤这个湿质 引起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 比如说 头昏 脑洞 打嗝 这个挽服 胀闷 如果呢 严重点的话呢 可能会 吼吐 还有浮泻 它更多的 因为它的药里面呢 含的成分呢 比如说火香啦 配兰啦 一些药的话呢 它的那个药性呢 是比较偏温的 所以它更适合的是 这个寒湿的一个体质 或者是鼠湿的一个体质 胡主任 你看 王大爷 他选择吃了这个 后香正气丸 吃了之后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对劲 不太对重 这个 什么情况 这个药 对它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吃了以后 才能舒服一点 但是因为基本上 这些药都是新温的 所以它吃完以后 会出现口干 口苦这个症状又有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要选择一些 比较好的 这些能够 清化湿热的 这种方子 就找一个更适合它的 更适合它的方子 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们这方叫三人汤 为什么四个人 叫三人汤 四个人不行 只有三个人 你就喝酒去了 对啊 对 正好 你最喜欢的 你就喝酒去他们喝汤 不行 胡主任 那就你喜欢喝酒吗 武萨没事 喝酒不打紧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三人汤呢 它的主料是什么 这个人 杏仁 白寇仁 意义仁 非华石 白通草 半夏 竹叶和后骨 我们听秦主人说说 这些药的 这个美肥药的功效吧 这个三人汤啊 顾名思义 它是有这个苦杏仁 还有这个白寇仁 还有义仁 这三个这个种籍的药材 就构成了它的主药 那么这个苦杏仁呢 它是这个化痰 止咳 还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这个苦杏仁主要呢 它也有轻 也有轻的一个作用 它主要是这个 作用于上胶 就是肺部的一个疾病 然后呢 我们这个白寇仁 白寇仁的话呢 它的腥味呢 相对来讲会 其实有点腥味 它比较方向 然后呢 闻起来的时候呢 打破了以后呢 它会有一些类似于这个薄荷 薄荷脑的一个香味 鲸香料的味道 对了 所以它在这里的作用是 可以什么呢 发散吗 芳香 化湿 和中 是吧 然后呢 它是主要是 作用于中胶 就是咱们的脾胃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 艺人 艺人好常见啊 有没有美白呀 七十呀 我们全都会用到 对你说对了 艺人最主要它的作用是 健体 肾湿 沥水的一个作用 它主要是作用于下胶 它的性是比较平的 在这个方子里面呢 还有其他药 比如说滑石啦 这个竹叶啦 通草啦 这些药呢 它都是清热的 向下走的 所以呢 刚才这个 胡主任介绍了 这个王大爷 可能是一个 湿液的体质 湿液体质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药来 清热化湿 还要把这个湿 跟热都化去了 所以是非常 对正的一个方子 刚刚秦主任公 我们详细地说了 三人汤呢 这每一味药材的 它的功效 我们大家都了解了 特别适合我们 刚刚那位主人公 就是王叔叔 他的这个情况 那么也希望王叔叔 通过三人汤 可以尽快地豪起来 那么除了这个 三人汤之外 我们刚刚 胡主任说了 两种体质嘛 还有另外一个 寒湿体质 寒湿体质的人 适合喝一些什么样的 比如说这样的方子呢 一定要方香 要化佐 所以寒湿体质的呢 我们跟湿液体质呢 今天有两款 这个食调方 带给大家 寒湿体质的 我们是用的是 要拿这一个 白竹跟橙皮 来煮茶水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湿液体质呢 我们用了 我们刚刚 我们清楚讲的 这个玉米跟红豆 煮的这么一个汤 这两款呢 就是针对不同的 这一个热 一个寒的体质 王叔叔针对自己的症状 自行服用了 霍香正气丸 但却并没有解决问题 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这样的问题呢 对此 胡主任带来 独家食料方 健康有道 继续为您揭晓 吃汤皮了 到心里了 好香啊 元宵佳节 吃个汤圆 居然会有这样的后果 老年人小孩子 也不能吃太甜 便知道 红尊酸中毒 广东省中医院 胡适云主任 做客健康有道 为您元宵佳节 送健康 对啊 跳完以后 所以精度感很强吧 对 精彩内容 敬请留意广东卫视 本周六23点45分播出的 健康有道之 广东宁医大讲坛 好刚才我们 胡主任也说到了 根据寒食体质和湿热体质 喝到不同的汤 那我们今天是元宵节 也算是把一份健康的祝福送给大家 是的 我这就给大家 说了好半会儿了 上茶上汤去 好 稍等一会儿 上茶了 掌销送给罗磊 我先上茶 今天元宵佳节 我觉得吧 还是要喝点暖的 祝福大家 把湿气都去除 身体健康 来 老师您的 来 老师您的 谢谢 谢谢 老师自个儿来挑 分体 自个儿拿 来 谢谢 谢谢 罗磊 你这个是什么茶呀 这个呀 待会儿让老师给大家来解释 这道理是啥 不一样 我再多一点 好 上去就来 来 来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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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看我都已经喝了半杯了 很多人都喝过了 暖暖的挺不错的 但是我们还请胡主任 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这两种 一个汤 一个茶 看啊 我先从我这杯开始看 这杯呢 是这一个白竹 橙皮 这一个茶 嗯 这个呢 是针对 我们讲一下 这个白竹跟橙皮 它呢 基本上它都是能够造势化痰 健皮 是针对寒食体制的吗 对 胡主任一直盯着我说 我们针对的是 寒食 对 学到了 所以这两款中药的特性 我们请 我请主任给我们解析一下 刚才胡主任也讲了 这是针对寒食体制用的 一款茶 那么它里面的药材呢 一个是白竹 白竹呢 它是气味比较芳香的一个药 它可以健皮 照湿 化痰 医气健皮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橙皮 橙皮也是可以 这个健皮 医气 化湿的一个药 它两个的药性 都是偏温的 所以呢 是适合一些寒食体制的人在用的 我们讲一下这个橙皮 其实我们广东有个三把 叫做 橙皮老姜 老姜 和甘草 就讲了这个橙皮 它对于我们的一些寒食 或者是寒痰的一些病人 有非常好的一个疗效 所以这款茶 护正推荐的是非常对的 你们说了我喝不到啊 我喝得 对啊 我好想喝一下 我们俩就完全感受不到 比如说我们下一款茶 你看 是浓的 红红一米水 有一种淡红淡红淡红 稠稠的感觉 看起来柔柔的 对柔柔的 但是它的作用 它是清热化湿力量的 这个很好 这个也很好 艺人的简称也叫艺米 我们广东人叫艺米 这个艺米呢 它是咱们河本科的一个植物 跟这个大米是同一个科 所以它的作用 是相对来讲 是清粒 湿热 健脾 甚湿的一个作用 红色的这个呢 这个我知道 是什么 红豆啊 它是可以清液解毒的 沥水消肿的一个样子 主任 那这个红豆和 咱们常说的那个赤小豆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红豆跟赤小豆呢 它是豆科的 都是豆科的植物 它们是松立来的 作用尽适 但是这个红豆呢 它是可以清液解毒 沥水消肿 它的作用在于清液解毒 沥水消肿是赤小豆比较强 所以刚才你讲的那个 赤小豆包这个艺人 是主要是沥水的 这个是健脾 化湿 这个清热的一个汤水 这个会不会对我的消化 还挺好的 因为过年过节喝这个 我感觉还挺开胃 健脾 其实呢 我们讲脾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当你脾胃功能好了以后 吸收好了 会 打胖 当把你的这种 弹湿鱼化掉以后 会变瘦 它是个双向条件 不能说一见脾就瘦 当脾胃功能好了以后 吸收好了 吃什么 吃麻麻香 剩那半半 吸收好了以后 立马变得更强壮 如果你原来脾胃的消化功能不好 变成很多这种 鱼啊 湿啊 毒在体内 当你脾胃运化功能好了 把这种湿毒啊 湿瘦啊 给化掉以后 你的身体就苗条了 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孩子能不能喝 小孩子一般健脾 特别常见吗 这都是一些 跟饮食相关的 这些以前的话 你像这种 一米红豆 包括白猪 都是可以药食同源的 所以说你 产食也是 他们可以把当时粮食吃 那胡主任最开始 节目开始就说了 凡事要有一个度 要有一个量 对 咱们这个两味茶 孩子用呀 或者是老人用呀 那样就 适当的就是 你量要少一点嘛 如果按这个杯子来说 一天喝几杯 是比较适量的呢 像你这种 像泡这个 你一天喝个两三杯 应该没问题的 胡主任 那这两个带茶饮 做法应该也非常简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洗干净以后 煮 然后就煮 煮完以后 大火 我们就讲 叫无火 用量呢 一般 3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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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一个人量 就基本上够了 一天量 就是基本上就够了 煮多久 一般你大火烧开 小火呢 煲个半个钟左右 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红豆一米特好 煮完我还特别喜欢 吃那个汤料 主要就把它 连汤渣一块吃掉 对 把渣渣都 不浪费 咱们除了通过吃的方法 可以把三高酱回去之外呢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把三高酱下去啊 真的有一些快捷 方便 有效的这种方法 今天给大家带来 就是一个取吃穴 我们来看一看 在哪里 这个取吃穴 是在我们的 这个首阳明大肠经上的 一个和穴 在我们的走横纹的 外侧的 这里 凹线处 就是我们的取吃穴 取吃穴 为什么叫取吃穴呢 它是有讲究的 第一个 取穴的时候 要把手臂给取起来 取起来 弯曲的 弯曲 对啊 找那个凹进去的 对 这个持是什么 还挺老找的 持呢 就是我们讲的 很多这些湿器 它就聚聚在这个地方 哦 我们的这一个按压 它能够去湿 解表 哦 对一些我们的这些风 湿 这些 导致的三高的这一些 朋友们 有很好的作用的 咱们每天 你说了左右两边 各按多久啊 每次按到三到五分钟 每天按个两到三次 一边跳舞一边按 对吧 一边按一边跳 又开创了我们这个 遗族舞蹈的一个新动作出来 叫健康舞 取持穴对吧 跳起来 挺好看的呀 真的很漂亮啊 对对对 健康取持舞 可以给我们来个V6吧 很有韵力啊 来两个节奏吧 对啊 跳了以后就 很好耶 左右 左右 来 大家一起跳起来 来来来来 大家一块 老师来 来来来来 走起来 走起来 来个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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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不错耶 真不错呀 还分配 跳完以后 这节奏感很强吧 对 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多 关于我们 节奏的一些甜蜜的负担 对身体造成了那么多的不适感 我们怎么把它吃回去 通过穴位把它按回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 我们今天的健康厨房 看看还有什么好的 食疗方子 健康厨房 关爱你的健康 大家好 我是王蝉 大家好 我是健康美食家钟哥 钟哥好 那么今天呢 是正月十五 首先咱们就祝大家 元宵节快乐 我们今天 推出这个汤呢 这辆汤呢 就针对大家 过年期间 血糖高也好 不高也好 都喝完这碗汤呢 帮助大家降血糖的 是不是 对 那到底是什么汤啊 今天我们介绍的汤呢 叫粉葛赤小豆汤 粉葛赤小豆汤 对 来 钟哥咱们看看 桌上的这些食材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有苦瓜 还有银耳呢 是 那我们名称上叫 粉葛赤小豆汤了 但我们主要材料有 粉葛啦 对 三百克啦 苦瓜 还有银耳 还有扁豆 还有陈皮 再加上赤小豆 还有瘦肉 组合了我们今天的 这个粉葛赤小豆汤了 我就很少见啊 这个银耳跟苦瓜 能够搭配到一起 是 因为这个银耳 平常咱们都是 煲糖水来吃的 是的 甜的呀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说银耳呢 实际上呢 我们说润肠作用 还有美颜 那润肠很多 因为我们春节之间 节假日我们吃了太多一些美食之后 也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疏通肠道 对对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吃到粉葛和苦瓜 再加上我们的陈皮呢 它还有四小豆呢 是起到降水糖作用 这样的话 我们整体上呢 促进我们的内循环系统的一个排泄啊 能够顺利地让我们把这身体的一些 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 太油腻的啊 过完点吃了 太多这个重油啊 这个重口味的东西了 以后再喝喝咱们这个 能够帮助肠道梳理的一个汤 所以呢 我们这个呢 就是粉葛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就降水糖 还有一个是我们对 有一些 怎么说我们的缓解一些 精神肌肉疲劳方面 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 同时就是说 但是它有些食用的禁忌啊 但是说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说胃寒呢 或者消化不良的一些人士呢 要吃的就比较注意了 因为它比较难消化 因为这个粉葛 它也属于是高淀粉的这个食物 所以也不能吃太多了 因为我们说 吸入太多淀粉 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对 但是粉葛呢 唯一呢 是一个比较 我们说健康的 会起到降糖作用的一个食材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 把简单的一个制作过程 给告诉大家 那我们先放入呢 这个粉葛啊 三百克 嗯 再加入呢 瘦肉呢 两百克 好 因为粉葛放在底下呢 就容易呢 熟 是吧 因为它粗纤维啊 所以我放最几层热度 也不好消化 对 把它能炖得更软烂一点 更要注意吃这个 这个我们说粉葛了 所以就放入我们的苦瓜 苦瓜挺多的 是 苦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好的东西 那我们再放入赤小豆 好 完成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扁豆 四颗放进去 哦 再放入一片陈皮 哇 陈皮放到这个汤里面 那个味道啊 很香的 再把这个鸣耳放进去 我觉得今天中国给我们推荐的 这个汤上啊 功效太全了 来 好 来 交给我了 这个 我来调一下时间 好了 时间到了 咱们来看看这个汤怎么样了 都是有点流口水啊 因为这里面的各种的食材 我都很喜欢 比如说这个赤小豆 还有扁豆 还有粉葛 再加上这个鸣耳 鸣耳啊 因为平常煲糖水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鸣耳雪梨嘛 对不对 我第一次来吃一下 这种跟苦瓜搭配到一起 看看味道怎么样 对 但是呢 我们这汤里面呢 我们就没有放盐了 因为呢 盐呢 你知道我们这血糖高的人呢 比如说盐的 那的吸取量一定要低 要少量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 不放盐 也是那么好喝 全是盐吃原味啊 对对对 哇 很香哎 非常香 它有这个赤小豆 粉葛的味道 然后再加上这个橙皮 太香了 来尝尝看 试一下什么味道 不放盐都非常好喝 因为是怎么说 一般要加糖的话 就变成个美容产品了 对 那么今天咱们的主题 就是酱血糖 是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 不会加糖 不会加盐 这个元宵节 大家都包来 喝一喝 看一看 让全家人 都能够在这节价里 做喝了这碗汤 能够更加健康 没错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银饵 完全就变成胶质了 是 非常的软糯 很好吃 那么在这个元宵节 可以给您的家人 包上这样的一碗 粉葛吃小豆汤 那么今天 我们的健康厨房 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钟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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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